那相信部分的观众都有过那些不见license或者是IC 又要大老远跑到警察局干等了一段时间才报得了案的不愉快经验 那有鉴于此警方就推出了e-reporting网上报案的系统 让那些忙碌的人可以再遗失了minecat 驾照或者护照等等证件的事发后 第一时间就可以报警了 只不过这样的好措施呢 可并不是所有大马人都有福享受的 什么 网上报案系统只是在吉隆坡开跑而已 吉隆坡总警长阿马兴在推荐里上就解释说 这是因为过去两年吉隆坡区警方处理的案子 有八九成是有关证件流失的 因此他们先在吉隆坡去世跑 日后看情况才推行至全国 只要打开e-reporting.rmp.gov.my网页 输入身份证和密码 并可以进行网上报案程序了 不过记得事先要注册账号 打开 哦 打开我 而打印出来的报案书也不需要再验证 就可以被各个机构给接受 e-reporting里没有什么评论 我们会禁止IC 有八九成的警察 把警察的警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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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们得到新的警察 虽然网上报案只是在吉隆坡推行 不过全国人民还是可以通过 游览sso.rmp.gov.my 查询所报国的案子进展如何 阿玛星也相信 网上报案及报案检查系统 会为人民带来更多的便利